我们寻找戈壁熊的第一段征程是从首都乌兰巴托向西南方向开行700公里 抵达中间点八沿洪格尔省进行修整 然后再继续行驶600公里进入大戈壁保护区 那时人很放松的我们还不知道 这两天的路程正向我们慢慢带入戈壁熊生存的绝境 我们在蒙古国的第一顿午餐是在一个便利店里 因为大家都急着要赶路 全都在吃蒙古大包子 好吃 我们整个行程包括在戈壁熊栖息地来回考察 总共要行驶近4000公里 告别了城市的楼房 眼珠在草原上的蒙古包成为了我们的零食歇脚处 中间的蒙古鲍 走进来之后外面很热 但是里面它是有阴凉的 上面这个蒙古包摸上去很厚 有很多很多层 所以它应该是有一个降温隔热的作用 我们这饼是现做的 这肉像是什么肉 这是羊肉 外面非常的酥脆 里面的羊肉很香 一点沙月都没有 干的牛粪 烧火 蒙古包里的当地人主要以放牧为生 畜牧业是蒙古国传统的经济活动 一路上我们看到的牛羊马骆驼远远比人多 车也经常要停下来给他们让路 这是我们不禁会想 有这么多清脆的地方 戈壁熊为什么不能在这里生活 而要隐藏在与世隔绝的荒原呢 人为干扰 因为那个道路啊 还有这个城镇化建设 以及过渡放牧啊 压缩了戈壁熊的一个生存空间 导致它栖息地越来越小 现在仅生活在这个4.5万平方公里的 这个大戈壁保护区A区里面 西数草原落盐高山 荒漠草原山前戈壁 随着距离戈壁熊的栖息地越来越近 窗外的地貌再变得越来越荒芜 用水紧缺 让我们直观感受到自然环境开始变得恶劣 水在戈壁地区是最宝贵的资源 所以大家在蒙古国的一些地方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节水装置 就这样排一下 抽一点水洗洗手 这个地方水上多的 这个地方它水比较多的 你到的那个荒漠里面就是 就是把它 别拧大了 对就拧点点 在只能用一点点水洗手和洗漱的戈壁 洗澡是一种奢望 直到头发干成树枝 我才用棉水洗发帽进行简单处理 同行的中国动物专家李嘉 直接剃了光头墙的发型 现代冲水设施 在这里更是见不到了 水是戈壁地区极度稀缺资源 被中国网友称为德爷的英国著名探险家 埃德斯塔福德就曾在戈壁熊栖息地遭遇严重脱水 因此我们在物资车上配备了足以支撑半个月的瓶装水 然而戈壁熊能获取足够的水源吗 天球气候变化有影响了戈壁熊的食源植物 很多植物死亡了 还有戈壁熊生活的这些水源 可能会因为这个极致天气的变化而干枯 导致戈壁熊没有及时补充水分 多方面的原因 导致它现在这个种觉数量极度的病危 无限接近戈壁熊的栖息地 我们感到的不是生命的栖息 而是死亡的逼近